不過待會這一幅畫也非常重要 邱老師說 其實待會看到這個六億天使 六億就是他有六個翅膀 不過邱老師我的印象當中 天使好像只有兩個翅膀吧 而且邱老師告訴我們說 這一幅畫可能很多觀眾都沒有看過 因為是他到國外去的時候 在博物館當中突然之間發現的 對 沒有錯 其實這一張畫的 我看到的地點 事實上這不是一張畫 這是一個壁畫 而且這個壁畫非常非常大 那這個壁畫它的來源 是來自於現在的義大利的 加泰隆尼亞博物館 它的館藏品之一 那這次看到它的時候 我特別要藉這個機會 跟各位觀眾報告 這一個有關於六億天使的事情 六個翅膀 因為各位看一下 它有幾隻翅膀知道嗎 這個在上面 兩個翅膀看到對不對 那另外兩隻是橫的 另外紅色這個部分 另外兩隻翅膀的話是往下 遮住自己的下半身 一直到腳這個位置 只可惜下面這邊壞掉了 所以看不太清楚 但是這個天使 天使是什麼樣的天使 它完全打破各位對天使的印象 因為所有的觀眾聽到天使以後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天使不是那個白白胖胖的 知道好可愛 兩個翅膀 就是在黑那一種 那就是丘比特吧 沒有 那就是天使 大家想到天使 都是那一種可愛等級的 屬於那一種可愛都不去那一種 就這兩個而已 這兩個都不見 上面這種大人長相的 還有長出六隻翅膀天使 我想各位應該從未見過這種天使 為什麼說我特別要提這件事情 是因為其實天使學在整個基督教 這個教育裡面的話 是一個曾經被廢止的信仰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在文藝復興以前 事實上天使崇拜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很多民眾除了敬拜上帝之外 他也敬拜天使 所以後來在文藝復興以後的話 這個為了確認唯一真神是耶穌或耶穌華 所以後來就把天使信仰 這個給採取掉了 那照你這樣講 等於說天使信奉天使跟信父耶穌 是有互相抵觸的 是互相抵觸的 早期是這樣 早期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早期的人的話 事實上確實他們在16世紀以前 確實對天使是很崇拜的 而且他們為天使創造出所謂的 三接九等的天使 意思是說天使總共九個種類 不是只有所謂的那種可愛級那種天使 不是只有那一種而已 還有像這種情況的天使 三接九等天使裡面 最高等級的天使 就是各位看到這種 大名鼎鼎的六億天使 據說他在飛的時候 兩隻翅膀在飛 在飛的時候 另外兩隻翅膀 遮住自己的頭跟臉的部分 兩個翅膀遮住自己的下半身 他在飛的時候的話 在天空還會出現神奇的聲音 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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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各位在哪知道嗎 他還寫給你看 他這個地方 看到沒 後面是文字 SCS 拉丁文就是神聖的意思 意思是說他出現的時候 滿天都是神聖 神聖這樣子的光環和聲音 亮光的意思 亮光出現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天使 告訴各位 根據早期的神律神覺的說法 他是這樣講說 這種六億天使 他是在耶和華創造天使 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 第一個創造出的物種 所以不是耶穌 不是耶穌 他是早在耶穌之前出現的 根據天使的說法 是這樣講的 為什麼他創造這個六億天使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年 這個耶和華創造天地的時候 他們認為說自己力量 創造這個世界太忙了 太繁重了 所以創造一些天使來輔助自己 而且賦予這些六億天使 三分之一神的能力 簡單來講 他其實具有三分之一 耶和華的能力 如果根據天使學的說法 是這樣說的 後來在創造出 耶穌出發以後 後來據說 這個耶和華要這些天使 對耶穌敬拜 而耶穌後來 他們天使們 拒絕對耶穌敬拜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說 我具有神三分之一的力量 所以後來誕生了 大名鼎鼎的天使戰爭 所謂的天使叛變 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叛變 由六億天使所領導 而六億天使的領導人是誰呢 就是後來的那一個撒旦 因為後來 他們大天使長 那一位撒旦 六億天使之一 後來跟耶穌作戰以後 後來失敗了 從天上被趕到地獄裡面去 他誓言一千年後 要回來報仇 要回來作戰一次 這是所謂的 千年一戰的約定 而這個有關於 三個次戰的約定 後來也被改拍成電影 那個什麼 那個驅魔神探 在金融里維的電影 驅魔神探裡面 就講到這個故事 而那個裡面的六億天使 事實上長相 就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所謂的 神的代理人 至少在過去世界 是這樣子的 而且這種天使 我們知道 他的數量非常罕見 因為在16世紀以後的話 後來就整個的 被教會給禁止掉 所以我們在教會 教堂的繪畫裡 就再看了像這樣的東西 而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很少限的記載 而且我們很確定知道 他的名字叫基督博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兩個車輪出現了 因為這個基督博 這一個眼睛的部分的話 它證實它的身分 這個是基督博的身分 所以這個天使叫基督博 他就是當年守在 什麼那一個伊甸園的 出入口那個地方 而那一個亞丹跟夏娃 就是被他們這兩個人 給感染出來了 所以其實 畫面我們看到 他的翅膀上面 全部都是眼睛 都是眼睛 而六一天使 是最高等級的天使 最高等級的天使 那當時就是因為 要走一神論的關係 所以就把這個六一天使 給禁掉 是這樣的 是沒有錯的 所以其實後來 在16世紀以後的話 這種圖像就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剛剛跟各位講說 這種圖像非常非常罕見 我這輩子看過兩次而已 第一次的話 是在這一個 加戴隆林亞的交流裡面 而第二次看到它的話 是在埃及的這個沙漠裡面 在一個已經廢棄的 中世紀修道院裡面 看到這樣的圖像 所以其實這是個 非常罕見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這是很有趣的